我们要请陈前指挥官把印有这个指挥官名称的指挥中心背心要交给王指挥官 我们要拍照合影一下 好 这里上针工作以及责任的一个传承 因为接下来就要王指挥官来接下防疫的重责大任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请这个陈指挥官帮王指挥官穿上这个防疫背心 自己穿就可以了吗 这个是战袍哦 因为呢 穿上了这个战袍 象征是要帮我们国家来打仗来对抗疫情的 那么相信这个陈指挥官对这件衣服呢 也是点滴在心头 好 我们是不是继续来拍照合影 两个人握手 OK 加油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这个王指挥官先请回座 请陈前指挥官先请留步 为我们大家说几句话 王必胜 指挥官 穿上这件衣服就要明白这是任重道远 那你会开始来就是也品尝我这两年多的一个滋味 那把这件衣服交给你 我觉得很放心 这两年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讨论每一件事情 已经到了现在我相信 像我们的张召集人 周志浩署长 这个罗一军还有我们的 庄大哥 来 张成祥 那我们的次长 我们的部长 学部长 那市长 还有那个我们资讯组 其实我们几乎都快要变成一体了 天天这样开会 天天针对事情 对大家对互相的见解 也都渐渐的互相都了解 做出决策的方向 也非常的一致 所以经过这两年 我说我们指挥中心真的是已经是一个 成熟的领导团队 做出来的决定 我们不敢说一百分 但是都朝向一百分在努力 两年多 慕眠不休的努力 在这里我还是要谢谢 各位 替国家的贡献 我们一起走过来 我们替国家有贡献 我们对社会有尽责 然后第二个整体也要非常谢谢 我们媒体的迷思先生们 非常谢谢 有问问题的我也非常 谢谢 没有问问题的我也很谢谢 谢谢你们带来的一些相关的讯息 跟社会的反应 以你们尖锐 敏锐的角度 从社会发掘到的一些看法 提供给指挥中心来做参考 也常常激励我们在很多的政策面上面 重新做思考 是在这里也是要代表指挥中心 谢谢你们 对于国家跟社会的贡献 毕竟新闻是第四权 它是一个代表一个社会的良心 监督我们行政单位 虽然我们中间偶尔好像在 外界有一些会觉得好像有一些对立 跟冲突 事实上在我内心是没有的 我相信在场的记者也都会明白 这样的现况 有来过这个场域的记者也都明白 我们指挥中心跟记者们 大家其实是看法见解固然有所不同 但其实为社会努力 打扮的心是同样的 就在这里要谢谢各位 然后最后再来我们公关 我们的 这个公关室 每天要帮我们办这个记者会 看似简单 背后事实上是很困难 我们再来谢谢凯玲 还有你带领的一个团队 还有祖密带领的团队 那早上大家都讲说我讲 那最后那句话不太好 所以我就不讲了 不知道大家应该心白 明白说我要交代另外 去另外一个任务的另外一件事 那不过重要心系 这地方 我还是维持我这里 我还是会挂心疫情 那我还是对疫情指挥中心 说我们已经是人为一体 但是我仍然会关心 我对诸位处理事情 我有绝对的信心 我想国人也可以放心 再见了 谢谢 谢谢 谢谢陈指挥官 心心的努力 陈指挥官先请留步 陈前指挥官先请留步 在今天特别场合 我们准备了一个美丽的花束 要请王毕胜指挥官 代表献给陈前指挥官 要感谢他这两年来的辛劳 谢谢你 谢谢你的付出 感谢 我们再次的合影留念 谢谢 好我们谢谢陈前指挥官 我们要祝福陈前指挥官卸下防疫的重担之后 欣赏事成 一帆逢顺 那么邀请防疫团队的伙伴们 我们一起掌声 来欢送陈前指挥官 感谢他的领导还有贡献 谢谢陈前指挥官 珍重再见 那我们接下来呢 邀请王毕胜指挥官 继续来主持今天的防疫记者会